Hello 各位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龙哥生活评语 现在是深夜 台北时间大概早上三点左右 那小弟现在人在欧洲 大概是这边的早上八点 不是早上 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 差七个小时 现在冬令时间嘛 差七个小时 那小弟心血来潮呢 去买了一瓶 神秘的威士忌 怎么说神秘的威士忌呢 滑进来 登登登登 Grantuna 格兰登纳的丹伊麦威士忌 Double Cask 那它的双筒的威士忌呢 它首先呢 它是先在波本筒 先乘量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再到波特筒 波特筒 有人说是曼德拉筒 不过按照小弟的了解 应该是波特筒 西班牙的波特酒 波特酒 晨量过的酒筒 然后做二次晨量出来的那个双筒的一个威士忌 那这家酒厂呢 小弟也是第一次喝 它满神秘的 因为据说呢 它是在1960年代的初期 是在苏格兰的高地区的一间酒厂 它是属于比较低调型的 默默地生产 它们认为好喝的一种威士忌 那如何好喝呢 它想要表达出它们高地的那种 古代那种高地那种歧视 高地那种刻苦耐劳 坚硬不拔的精神的一个威士忌 我们来尝一下 好 那今天来讲呢 今天也不是开瓶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小弟刚刚已经先忍不住先喝了 你看已经先喝了一些了 先喝了一些 那小弟是在欧洲买的 那先喝了一些 那觉得它的风味还算独特 所以呢 特地呢 来记录一下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法兰杯吧 法兰杯 这个威士忌酒杯叫法兰杯 我们就来喝喝看 这个格兰登纳的一个 双筒的一个威士忌的风味如何 好 那我们首先开瓶 因为玻璃声已经拨过了 我们再听听看 有没有玻璃声 就不是那么顺畅 没关系 开过瓶了 那我们先来倒个 来看看酒色吧 嗯 倒出来就有一股香味了 那香气迷人了 好 那小弟晃着晃着晃着呢 因为小弟很喜欢看它的挂杯 看威士忌酒的挂杯 那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用品香的那个凯恩杯 可是威士忌的用这个生活式的品影呢 也可以些许的闻出它的生活式的一个味道 因为大部分的人喝酒 喜欢这种感觉嘛 晃着晃着你看 它的挂杯就出来了 挂杯出来了 那它的酒呢 其实它是有一点 应该算是金黄色 因为现在是晚上 深夜 所以呢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酒杯 其实它是金黄色的 那可是呢 如果你现场看的话呢 它是有点带一点点的粉色系 一点点的那种粉色系的那种金黄色 很难形容啊 好 那我就来闻一闻吧 其实刚刚小弟已经喝了一些了啦 所以呢 简单来讲这个味道呢 其实闻起来就很典型的那种 波特筒的一种味道 有一点那种波特筒的那种甜味 它算是闻起来比较甜的酒 那首先呢 印入鼻帘的呢 就是很明显的一股 那个小弟最直观就是一个红糖的味道 就什么黑 应该算是黑糖啦 就黑糖 就是一般我们去 如果是吃那个黑糖刹丁啊 或者是你喝那个黑糖珍珠奶茶 那个黑糖的味道 其实这个味道蛮明显的 然后伴随的就是那种烤甘蔗的味道 烤甘蔗 烤甘蔗 然后也很明显的一个木质调 就那种刮木屑 我们一般我们叫削铅笔有沒有 刮木屑 那种木屑的味道 木屑的味道 木屑的味道 然后有一点的那种枫叶 就加拿大那种枫叶 那种枫糖枫叶的味道 其实它是一种闻起来比较甜甜美的一种 的一款酒 一款酒 聞起来就是一种清新啊 清新那种淡雅的味道 淡雅的味道 淡雅的味道 很出乎意料的 居然有个烟熏味啊 淡淡的一个烟熏味 先化过你的整个嘴腔 然后伴随的酒衣吞进去 那我先做 它这款酒非常的顺口 它很适合入门的 那很顺口 那顺口之外呢 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说 它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 起伏感 就是说没有什么炸你一下啦 或呛你一下 或者是妈的 回一下啦 然后呢 所以它整个喝起来的就是一种 很轻松畅快的一种 这一种威士忌 然后呢喝起来也没什么灼热感 它酒衣浓度40%啦 40% 所以它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比较清淡顺口的 然后除了一下 一刚开始的一个烟熏的一个 淡淡烟熏的口感化过你的嘴 伴随酒衣吞进你的喉咙之外呢 也没什么灼热感 酒精感也不强烈 然后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甘蔗 那种烤过一个蔗糖的一个味道 然后一样像我讲的一个黑砂糖 然后有一个些许些许的一个葡萄干 淡淡的一个葡萄干的味道 这种热带那种葡萄干的果干那种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酒是算是比较稍微 我小弟觉得是有点稍微甜一点点 偏甜一点点的一个 走糖系方面的一个威士忌 对 所以呢它是 可你说它很腻吗 甜到腻吗 其实也不会 只是说它的 就像我们一般我们都要去喝茶 人家问你说你要几分甜 它有像是大概六七分甜那种 那种型的酒 是它的香味香气闻起来是甜味 喝下去就是比较 算是菩萨系的 就这样子就顺口就下去了 然后带一点点的烟熏 一点点烤过的那个甘蔗的那种 那种感觉 然后黑砂糖 黑糖 黑糖 主体是这些味道 然后挂一点点的那种葡萄干 葡萄干 就这种味道 那在这个深夜呢 又在一个国外的地方 欧洲 这种地方 一个人在房间没事呢 平民威士忌 其实喝一个小弟很陌生的一个 苏格兰这个酒厂 这个酒厂它也有做那个调和式 它的酒也有让人家调和的 那它本身它也做单一卖牙 一个神秘的酒厂 格兰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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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750块台币 750块台币 750块台币 那750块地区 喝到刚刚我讲的那些风味呢 然后搭配它这个神秘的酒厂 神秘的酒厂 那其实蛮便宜的啦 750块喝到这种 40度的酒精度 然后高地区 它在苏格兰的高地区 它属于高地区的威士忌 以小弟来讲的 我可以给他评几分呢 这个性价评呢 小弟可以给他评大概 7.9分吧 7.9分 那 其实有看过小弟的影片 就知道 其实小弟不是那么喜欢 那么顺口的酒 因为 说真的啦 小弟刚刚也有喝一些红酒 那我说真的 这个酒喝起来比红酒 红酒那个 我刚喝那一瓶酒精浓度13.5% 喝起来感觉比他还顺了 那红酒喝到后面 还有一点尾韵 还有一点那个 青涩感 然后 还有点风味 就是意思是说 小弟喜欢有意思的酒 那这款酒不是说不行 就是说它非常适合入门 那入门的酒就是 怎么讲 就是说 比较能够让普罗大众接受 那小弟 像小弟 大概威士忌喝的 大概20年有了 那 喝下去之后就是觉得 好像是水一样 就顺下去了 所以 说真的 虽然你便宜 可是 对我来讲就是 比较直观一点就是说 比较 无趣的一点 无趣的一点 那不是不好喝 那 只是 不是小弟的菜 所以 就像我们找爱人一样 就是 有的女的很漂亮 有的男的很帅 可是 不见得是你的菜 一样的意思 那 能不能喝呢 可以喝 便宜呢 够便宜 所以呢 小弟 才会给一个7.9分 那个分数 因为对我来讲 是这样子 那不见得 对各位来讲 是这个分数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 不到一千块 其实很便宜 无聊的时候呢 晚上像小弟这样 睡不着 有点时差 喝喝看 也 无伤大雅 就是 生活情趣的一种 那喝酒的时候呢 如果你愿意呢 你背景放个龙哥品饮呢 跟龙哥一起 品一点小酒 聊聊 人生大事 随便 反正就是一个 舒服的一个状态 好了 不管了 总而言之 就是祝大家生活愉快 天天开心 健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们下回见 拜拜